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大能够撑得住 扛不太住的 而且控制并不是特别的稳定 伤害面是很低重 它不太好配合 看看这波直接一个动手 阿富跟上伤害 杰斯先锤立下西叶 小队的闪现 能不能跟一波闪 进化解掉 但是同时把奥拉夫给锤开了 现在奥拉夫没闪 西叶有闪 还在不停地去追牙膏 牙膏这个位置好像无处可逃 绿毛这个时候还 没有到六级 没有办法给到支援 牙膏两个防御塔 一人一下公平合理 接又这个一级的贴脸 先放一个假印 这个人头想去让 POSE已经上了 W给上 那这一下再见难逃了 对 这个一级拿得有点搭给了POSE 就是希望POSE这场 能够在单带端上 能够做出事情 这边背上从后面绕过来 配合牛头闪现 开到了 硬步 最后不会挂了个点燃 但是扭了一下走位 好像还是迟到这个虚空锁地 对 自己的双招也是被打了 又是先对嘉辽动手 就二连先起手 绿毛嘲讽住 但是奥拉夫有一个诸神黄昏 再配合一个虚空锁地 最后MISTIC是拿到这个人头 于是同时 中路的话POSE也是赶了过来 吃掉了水龙之后 现在来到上半区 这里两个人选择先开一个牛头 但是牛头是有大招的 躲过了渔战 但是躲不过魅惑 结束最后捕离炮 但是没能成功拿到这个人头 人头是被绿毛拿下 牛头刚才应该是他 还是选择稳一手 赶紧先吃一点多利多姿 那凯南也过来了 这个时候 原木者带着自己的女巫过来 牙膏先对西叶动手 西叶一丝血 给自己一个大招 避免一下嘉辽动之后落地 杰斯已经先走了奥拉夫 把他给送走 另外雪亮并不是很佳 西叶将其带走凯南亮起大招 打晕两个人 但是伤害明显不俗 又吃了MISTIC一波二连 西叶一波DoubleQ 只剩一个绿毛 实际上挂了一个点 还被一个减速 有个爆破果实 成功地逃顿了 而且西叶现在没有异技能 没办法继续带去 选择过来 而且本身速度 就会慢于决目者 对 然后西叶这一波的话 虽然是被敲走 然后后续 李外想要找他麻烦 他直接套给自己一个大招 正面以后队友冲一冲 而且奥拉夫这个时候 伤害特别的高 凯南虽然后去进场 但是悲伤是有个大招的 然后POSE这边 虽然说被打到了 但是不足以致命 刚才纠正下 应该是 土龙自自不倦 局目者这时候手上有一个TP 他正在去带上路 局目者成功带掉 但是这个土龙 直接被奥拉夫 一架死逞掉 扬长而去 旁边西叶还想进场 W住三个人 要直整一波 牛头直接配合他 双切一波 一波倒在地上 加料飞起来 但只能做头顿了呀 而且剩下三个人 只能四分而逃 不管说是正面战场 还是侧面战场 一个西叶一个 MISS这个 撑起了全部场面 再吃二连 凯南被迫交闪 保命技能 W这边是上中有秒表 然后京东这边 又是闪现给大招 突然的秒杀李外 李外这把打得难受啊 那W直接汇聚了四个人 形成那波四一分推 在缺少了打野的情况 京东该面 这个中坛也不好守 杰斯旁边POG一下 但是有点没办法 碰触到核心啊 是 而且这个 MISS又是走到了 一个比较前的位置 还是去开辅助绿毛 绿毛给自己亮个精神 MISS这个状态还不错 但是这边 欧拉夫直接从侧翼牵过来 斧头夯上去 绝对没有还手的余地啊 硬末还在不停地拉打着 两个人已经盯着到欧拉夫 再一个硬性能真实伤害 Zoom赶到战场已经晚了 对 Zoom他毕竟跑去跟POSE进行单代了 而且在有约里克的情况下 这个塔很快 高地很快就破掉了 这是什么 还要再拆门牙 直接去逼主宝 凯南这个时候再亮回车 这个时候凯南身上是没有闪现 但有个大招应该要强行去放下 但是这个大招刚好被MISS一个W顶走了 这个大招没能放到任何人 还在不停地拆竹水机 我的贵贵 我们恭喜W在跟京东BO3的第一局中 快速取得了胜利 这也太快了 谁能想到这波团战 直接带着约里克 托家带口 高地全破 最后的一段时间 这场的话 整体对于京东来说 他们各线在线上都没有拿到优势 然后里外这个点的话 他感觉在干个端上也没有做出太大的帮助 就一直是属于非常被动的一个角度 而对于他们这个阵子打得比较成熟了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正式的换人调整的攻势 里外下一场 Flawless入地 对 看一下 Flawless最近的比赛 也是拿比较多的皇子 然后上一场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主要他这个游走起来很不错 女级莫根纳直接出组合了 虽然说卡莎open在外面 但并没有选 是啊 可能达瑞这场 如果说是考虑一下 有这个推塔的节奏 他这场上下两路 骑推塔都是在那个对线上面 给到对方 这个兵线压力 可春季赛 他们上场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 而且这场的话 因为中路又是选择了一手 杰斯嘛 然后这场还是比较 看一下牙膏的发挥 交个闪以示诚意 旁边POSE包了过来 E技能莫空 但是W是中了 皇子跟上一个稳稳当当的一刻 最后由POSE的绝目人拿到一线 是的 这个人头又是第一波 先是给到了上 让W才能打出最后阵容的打法 先提起来 刮一个大招 MAC 套上一个点燃 虚弱给上 爱宝交一个闪现 也是B说MAC 给一个闪现 MAC 赶紧去往外跑 Q技能是Q到了牛头 导致MAC 这波是可以成功逃生 而且旁边有个黄色方 红色方直接包下去拿一鞋塔了 邀机先给Q技能邀机一个闪W 把这个人头吃下 那京东跟美形成了一波中路的反推 因为一开始处于推进姿势 所以现在这个自己的夹子阵 反而没有布起来 BZ Q技能还在找他 且自己精准一步配合爱理 咬死了女警 咬死了Mistake 爱理表示我叫皮克斯 我叫皮克斯 帮助自己的英雄去输出 把女警这个血量打到半血 导致没有办法去守这个塔 王子一Q盖大招 要找B5Y B5贴脸放大 腰机踩上来 炮着MAC的黑盾 MAC 刚好这个Q技能 在EZ阵亡的时候Q到了牛头 牛头大招解销控制 旁边来了一个牙膏 肚腿滑要吹上 一下一吹三望 挖起来一个呃虎 不是不然 但是反正自己已经被腰机收掉了 杰斯在屏幕的右侧黏上皇子 但还差几下普攻的一个巨 反而屏幕的下方 听已经被腰机的一个追魂锁链所粘住 屏幕的牵回来之时 皇子已经被带走 这的牙膏有点EV3的态势 牙膏死先小换 换不掉 成就这波西叶的夸张Q 哦 这波西叶拿到了一个四杀 这波起飞了呀 西叶现在可以 他现在可以很快的一个 秒掉一个杰斯 或者秒掉一个 再次套着MAC的磨面黑盾 想一个盖两个 有头反正下 但是MIC在旁边开了一个金针 属于一个人抵挡三分的伤害 女警在旁边敞开 说说挖掘想剧出后白的线 但没能致死一个Q 反倒被魔影迷都躲了坏 成功躲Q 再加击杀 这波是完成了一个一换二 然后去压制视野 中路这个防御台也是 没有办法守 大招过去 但是Floris还好精准一档 成功的救驾 皇子被杰斯捶上来 自己一丝线套了一个 孟坛的黑盾 孟坛的这个Q 没能跳住 但是后续的伤害已经补足杰斯 已经先行被妖精收掉 牛头人再接一下普攻 叫击一波DoubleQ 旁边Floris被绝目人不停的捏 绝目人想闪现一Q 拍翻在地 还有一个瑞兹怎么办 三包一 Zoom 可能都在团长里面杀一次 杀一次吸 现在反倒是W还是 先对Tim动手了 牛头人一个远程的狙击 你这个枪 表示我想去K人头 K不到 这不叫K人头 就是喝点汤 牙膏动手 牙膏现在也很谨慎 尤其文宇宇宗刚好一个盲链子练到 再配合黄子一个稳当的EQ 要击二段彩 拿到人头 这把游戏体验也太好了吧 本来大招现在给小冰的伤害就很低 反倒是西叶 链子再次消耗牛头 半歇一下 黄子补一个EQ 但没能成功挑飞 牛头被逼了一个闪现 这怎么手啊 西叶 再次单切EZ 在高地之上来去自如 仿佛高地是我家 中路的话 一堆人 扛着这个房子 中路挖掘机和杰斯 好像想去动女警 MISTIC 一技能往回了 孟格达 捕了一个Q技能挖掘机 恶火扑直扑上来 MISTIC 交闪 Q技能没能致死 黄子过来保驾 黄 再接大招 女警一发狙击 直接带走EZ 我的天 西叶还在侧翼不停地游移 牙膏被两个人所盯上 北上给自己开了个精神 身上还套着孟格达一根黑盾 那自己杰斯一炮 好像上当好像空了 孟格达已经倒在了地上 但是这边瑞斯还成功地收到了孟格达 杰斯在旁边跟瑞斯位置并不是很好 已经被赶到了W的半场 女警过来踢逼过来脚踏风火轮 完成了最后的首歌 嗯 那这波打完之后 W是完成了一波团灭 看一下中路冰线的一个情况 这波突然想对MISTIC动手 不可谓不对 但是可惜啊 就是最后一下 伤害没能结算到 差一点点啊 而这个冰线已经在 对方的门牙塔下了 这个复活时间 只有一个EZ加上 斯罗里斯挖绝机 看来已经是不太好手了 这边妖子已经开始 找闪现去主动杀人了 我们也是可以恭喜W 在跟京东的这场PU3里面 2比0拿下了胜利 嗯 恭喜 现在W已经是 在最后的一场比赛 完成了本赛季的六连胜 那这样的话 咱们也是可以提前告诉大家啊 W最后的常规赛的名次 是位居第五位 而京东改变要滑落到第八位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关系啊 这两支队伍 依旧可以在季后赛的首轮 也就是4月4号那天相见 对 携手共进季后赛 但问题是 W这边会有一个主动选边权 也是希望两支战队 能够经过几天的调整 这场在季后赛的碰面 能够更加的去 就打得更加的热闹 尤其是京东啊 这一场比赛可能 也会有一些些影响吧 然后拿了很多人头嘛 也没有死过 对 这场它的KD也很高 我这场MVP应该是 发生就是西夜了 不过这个也是透化 在左下角的这个京剧曲线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W依然是可以拿到 就从线上的优势 一直滚雪球滚到后期游戏结束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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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